随着西甲联赛的继续进行,巴萨在第四罗客场挑战皇家社会队,新赛季的巴萨可以说是满血归来,开局一波三连胜强势领跑系在积分榜,这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欧冠联赛的希望。 然而此一挑战皇家社会,巴萨却没有拿出豪门的捏压式表现,上半场先丢一球让球队陷入困境,好在苏亚雷斯在下半场帮助球队扳平,增北来利用小球的机会反超比分,巴萨2比1逆转取得胜利。 本场比赛巴萨赢得有惊无险,利用两个颇有运气成分,的进球艰难拿下比赛,迎来了新赛季开局的四连胜,赢球固然是美妙的,但此一巴萨的进攻以及防守都令人堪忧, 这也让红蓝军团本赛季的欧冠这路蒙上一层阴影。 上半场比赛巴萨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进攻的威胁球少之又少更不用说什么,导致这些的原因就是边路进攻不兼职而中路也不能完全打穿皇家社会。 更理所有人不理解的是下半场,登贝来,取得进球反超比分后球队就全线退守,要知道巴萨是五大联赛中最崇尚进攻的球队,技术风格并不适合打防守反击,然而龟缩防守也并没有完全限制住皇家社会。 要不是特尔施特跟发挥神勇最后的比分恐怕就不算二比一了,此一这样的防守与进攻,完全丢掉了豪门的气质。 而对于这一切五十四岁的用帅巴尔维德有着不可推陷的责任,五十四岁的婚帅不是不适合成为主帅,而是不适合成为巴萨这样豪门的主帅,至少在巴萨他已经成为一名婚帅。 上个赛季巴萨面对罗马的逆转,就是因为五十四岁的霍帅巴尔维德用人出现了问题,众所周知皇家社会一直是巴萨的苦主,但是皇家社会毕竟只是一只西甲的中游球队,前四轮比赛也只是取得了一场胜利,而巴萨面对这只中游球队,都险些帆船接下来的强强对话可想而知,用帅巴尔维德的战术理念实在是保守, 好在特尔施特根,成为了这位神帅的救星,下半场做出各种世界级扑球队保球门不失,巴尔维德能够取得四连上真该好好谢谢他,毕竟面对皇家社会这样的防守都能不输球简直就是万幸了,用帅巴尔维德也真该好好发醒了,毕竟本赛季球队对欧冠有着不小的期望, 在这样下去的话,他距离下课,或许将越来越近,如今不仅仅在用人方面,在战术方面的保级队是防守,更是让这个54岁的活耍三半腐毁了两把,这样的巴萨在西甲和欧冠,想要争冠真的是难上加难。